- 歡迎到5mmo.com 並且輸入優惠碼NOX 這個想要5拍優惠喔 哈囉你好我是諾斯 好今天的話是我們最後一個在試玩班裡面的NBA建模 那今天的話我想要來做的是一個可以在這個遊戲裡面刷出這個至少大三元級別的一個球員 那今天的話我在想如果你要刷大三元的話 你身為一個控球後衛那你需要具備什麼樣的一個技能 首先呢你得分能力不能差所以我們終結能力要有 那組織也不能不行 你知道就是因為你組織要強你才能傳出好的一個助攻 甚至我之後如果要做到最好的話就是把那個 我記得有一個徽章叫做什麼進攻什麼大師的 就是讓這整個球隊他每一個人他投完都會變得非常非常好 那接下來呢我覺得那個防守那個大師啊我可能也要點出來 就是讓我可以掌控全局所有的數據 這個是我覺得如果今天我要弄出這樣的一個建模的話 我覺得今天有需要做到的事情 好那我今天的話我剩一個0號的這個球員啊 0號是誰 0號大三元你們知道是誰嗎 我不好說等一下你們就知道了 好那今天的話我在想今天如果要做這樣的一個建模的話 應該要做最平均的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覺得是這個啦 我有想過要不要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在切入扣籃方面的話 那能力又太低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你知道這個投籃的數值64又太低 這樣不行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話應該是長這樣子啦 我覺得這樣子是最好的你知道嗎 這樣可以看到扣籃至好還有快80 然後三分球屬性的話至好還有快75 我覺得這樣子是可以的 那控球方面的話也是有頂標的 那我們這邊的話可以讓整個徽章應該該有的都有 然後防守整體來說的話 雖然偏低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整體來說應該我把那個徽章撐下去 應該還是可以的 我今天要來看一下 速度方面的話 我覺得我這個人完完全全不需要任何的這個力量 但是我覺得彈跳能力我是需要的 所以應該的話會是這個 94的速度 92的加速能力 然後88的彈跳能力 這是我所想要的 因為我要搶籃板啊 這個大三元 不說個搶籃板 這說不過去啊 好我這邊想一下 好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這個配置啊 我個人覺得應該會是這個樣子啊 終結能力這邊的話 我弄他有12個徽章 那投籃能力的話我弄11個徽章 組織方面我弄28個徽章 那在防守方面的話我用9個徽章 這個應該是我覺得是應該是可以的 呃 投籃方面的話我在想 因為我這邊再扣任何一點 他就會直接剩下10個徽章啊 所以我這邊在想 中距離投籃因為我覺得 這個球員除了切入快之外 他還可以在中距離做一些運投 所以我覺得他這邊有一些 中距離的投籃也是可以的 那等一下的話那個 我覺得啦 這樣的一個建模應該是可以讓我 幫助我去搶到這個大三元的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建模 應該是可以讓我搶到大三元的 所以我今天應該是這樣的一個建模 那體型的話我用個友型吧 友型看起來比較有肌肉的感覺 然後也不會像那個魁梧那麼肥 那這邊身高部分的話我在想 我要不要弄到最高啊 可是最高的話速度扣蠻多的 他扣到剩下88 那我們原版是94 你扣到88實在是扣到太多了 但是我覺得你既然要搶籃板 你身高不能太矮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看一下 在同等的一個情況下 各位可以看到 197跟196這邊的話 他這個進攻跟防守籃板的話 都是加5跟加7 那我覺得這邊如果還要再上去扣點數的話 我這邊建議是不要 扣籃這邊你可以把他加到80 切入扣籃這邊加到80 投玩能力74 那我們這邊等一下那個臂斬可能要再調一點點 這樣才能讓他整個會比較像是一個 可以搶籃板然後也可以射三分的一個球員 這是我目前的一個感覺 這樣應該是169這樣會比較好 那這邊體重部分的話 我應該是直接射到最輕啊 因為我覺得這邊很想移動敏捷度的話 我個人覺得可以加到最高是最好 然後內線防守因為我畢竟不是一個 手內線的 所以我覺得這邊是完全不需要 那加速能力我把他加到93彈掉那一 也是加回88 原本是因為在升高那個地方有點下降 所以我這邊把體重下下去 所以這個體重這樣子80應該是可以的 畢竟我是做外線防守啦 我覺得外線防守就比較不吃體重 畢展部分你絕對不能往常的選啊 你這球員不是索防阿 你是一個運球員阿 所以你運球的話我在想 各位可以看到 169跟199之間他們只差了一個數據 這個東西叫做投籃 那這個東西既然會影響到我們在這個 進行這個防守時候的事情的話 那我這邊覺得199就可以了 我覺得我們畢展射到199 就是最底的再加上一個 這個是我覺得這個建模應該是最好的一個情況 就是199的畢展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可以有三個徽章可以選 那我們這邊的話我可以選組織者 或者是控檔製造者 或者是砍分手 那既然這邊我想要刷這個助攻跟刷籃板的話 然後得分阿隨意 得分真的隨意 但是我覺得這個組織者應該是我今天想要做的事情阿 好這個是我們今天的這個建模 好那我們這邊的名字的話叫做砍分喜組織者 那這樣的一個建模的話應該就是我們所謂的扣組 這個扣組其實應該算是還不錯用的球員 然後並且他的三分球其實也沒有D到哪裡去 我記得他的三分球有78吧 所以他算是一個及格的三分球射手 那他同時可以組織可以扣籃也可以三分 防守又有一定程度上的屬性 那我們這邊的話這個建模我個人認為應該算是非常全面的 好那我們這邊相似球員的話我們可以看到大將軍 Dame Leader以及Russell Westbrook 這個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這樣的一個建模的話可以讓我來刷一個大三元阿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建模應該是可以的 好那我們這邊直接來看一下這會裝部分的話我想要怎麼配 終結部分阿 終結部分我覺得這邊首先空中魔術師必點阿 那要不要點到金牌就看你們自己阿 我這邊是覺得這個是必點的 好這邊的終結部分的話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就是我有空中魔術師 那我可以這個在上籃的時候有比較好的一個出手機會 那這邊無情中結者可以降低我這個體能消耗 那對抗型終結者 那在人群之中我可以強行上籃或者是扣籃 那這個東西的話就是有點類似之前的那個格倫寇籃大師的概念 但是這邊的話應該是把它分支成其他的一個會章 所以我這邊的話我會選擇這個對抗型終結者 那我這邊的話再選擇一個切入得分手 那這個切入得分手的話就是提升我在禁區上籃的時候一個命中率 那我這個球員我不知道他具體來說是會扣籃還是上籃 但是我覺得這個情況下的話應該是可以讓他有最好的一個情況 包含切入得分手以及空中魔術師 這個都讓他進去裡面得分會有更好的一個成果 那投籃會章步步的話我這邊想一下 那這邊快槍手我個人覺得就是點到贏的就好了 不用再點到更高了 我覺得贏的剛好速度我是可以接受的 那這邊投籃步步的話我跟各位講一下我自己的概念 快槍手這邊的話我覺得這個東西真的是點到銀牌就差不多了 你再點快真的是我覺得反而是更難按 所以我覺得這邊銀牌又已經差不多了 那遠程射手的話基本上的話是讓我在 配合這個高難度投籃王 那當我這邊做一些運球之後的話 如果我想要做一些比較遠的射程的話 所以我這邊會需要這個遠程射手 那這邊穩定型射手跟神射手這兩個東西其實是相輔相成的 這兩個東西其實是類似的概念但是它是因應不同的一個情況 一個是減少防守時貼防時候所造成的影響 就例如說可能假設嚴重干擾會變成輕微干擾的這種概念 就是可能原本是66%他可能把它減成44%之類的那種概念 就是當你被鎖防的時候你也有辦法 就是當你已經被鎖住的時候你也有機會可以從這中間去找到一個機會 然後出手 那穩定型射手的話就是當有球人干擾到你的時候 你可以在他面前頂著他頭 這兩個東西其實是很類似的概念 但是這個就是因應不同的情況而所制定的一個徽章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徽章一定都要點 但是要點到金牌或是銀牌就看自己 我這邊是因應我這邊只有十一個這樣的徽章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配法就是四個銀牌加上一個金牌 就是我一個個人的一個想法是這樣 那組織部分的話我就是很無恥的 我讓這七個徽章全部弄到紫牌阿 這邊可以看到這個加速阿 那這個加速這個東西的話 各位如果有看過我上一支影片的話就會知道 這個東西讓我們的四號位可以速度快的跟像是一個控球後衛一樣 那如果我把這個東西 那如果我把這個東西的紫牌加在一個控球後衛身上 那你可以想像一下那個速度加 再加上紫牌的閃電第一步 那會變成一個怎麼樣的一個存在 這邊我不敢想 那之後下一部影片我們在場上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一下這個情況究竟是怎麼樣 這跟我想像中的一部一樣 這個是我想知道的事情 那這邊控球足將的話我就可以讓這個整個球隊 他們的整體的得分能力都會變得更好 這樣我就更好去刷這個我們的這個助攻 這是我的一個想法 那快攻發力者就是 因為我畢竟我是有一個可以搶籃板的一個屬性的 所以我這邊搶到籃板之後 我可以立刻把球傳給前場 讓他們去投射 這個是我這個徽章可以點到紫牌的一個概念 那這邊腳踝終結的紫牌呢 這個就是因應我們這麼好的一個控球屬性 95的控球屬性 所以我這邊我覺得這個徽章點到紫牌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10美分跟岩魚控球更不用講啦 岩魚控球就是當對方想鎖防你的時候 你有機會就是可以直接繞過他 這個是我覺得一定要點的東西 那10美分這邊的話 我覺得這個東西點到紫牌也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雖然我覺得真實版的話我可能不會點到紫牌 但是我覺得現在這個看起來 我已經很難想像一下這樣的一個球員 到時候會長得怎麼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邊 那我們這邊下支影片的話就會為各位揭曉 好這邊的話在這個防守部分的話 我們這邊我所想的事情就是 壓制王絕對必點嘛 你在外線對抗這個球員的時候 你一定要點一個這個的 然後我們在這個盜球者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可以讓對方防守 如果我們這邊搶到籃板之後 可以直接觸發閃電第一步 然後直接衝到前場去 無論做一個熨頭 無論做一個三分 無論做一個快攻 無論做一個長傳 這些其實基本上都可以 所以這個倒球者我覺得是必點的 那這邊最後籃板獵手是為了讓我搶籃板用的 這個就是讓我拿來刷籃板數據用的 這個就是整個 我這個大概念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樣子的一個建模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蠻全能的 可攻可防可守可傳 然後籃板也有一點點能力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個球員是我所想要的 然後也是這個 各位看看我覺得這個建模 感覺有點噁心喔 感覺真的是非常非常強的感覺 他就是真的是 三分球也有 而且徽章還算不錯 終結屬性也很好 組織更不用講 七個迷人堂徽章 然後防守籃板布的話 又有鴨之王又有超解又可以搶籃板 是不是全能 是不是OP 我就覺得這個球員感覺應該是還蠻噁心的一個存在啊 好啦我們今天這支影片的話就先到這個地方 那這支影片的話 也是我在NBA2K20試玩版的最後一支影片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我們在NBA2K20再見吧 好啦我們今天影片的話就先到這個地方 如果各位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別忘了下下方訂閱 並且還喜歡上傳輸的工作 作為民眾的泰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